我作佛时,十方众生,闻我名号,至心信药。 所有善根,心心回向,愿生我国,乃至十念。 若不生者,不取正觉,为处忤逆,诽谤正法。 净土圣贤路 民国 李静晨 李静晨,民国时期,湖北汉口下口镇人,在江西当了很多年官。 他一直梦想着能长生不老,就修炼丹树来延年益寿。 可是,到了五十多岁时,却反而因为修炼丹树,染上了一种寄生虫病,骨胀病。 他平日和一位居士关系很好。 有一天,这位居士前来看望他。 李静晨就痛苦地向他哭诉自己的疾病, 并问居士有没有办法能救他。 于是,这位居士就为他讲述了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。 随后,居士又请人把他的卧室收拾干净, 并悬挂了一幅阿弥陀佛的接引像。 居士教李静晨,念佛的时候,要口里念着佛号,眼睛看着佛像, 心里,一心期望阿弥陀佛接引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 李静晨相信居士的话, 于是就口念佛号,眼观佛像,心想弥陀, 像这样开始念佛。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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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居士和李静晨一起念了五百声佛号后, 李静晨立刻就感到内心安定了下来, 之前那种害怕和恐惧没有了, 甚至连身体上的痛苦都全部消失了。 阿弥陀佛 这时居士才告辞离开。 后来,李静晨又继续念了几天佛, 就预先知道自己将要往生的时间了。 他告诉佳人说, 有金色的阿弥陀佛 答应明天来接我去极乐世界, 我已经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, 你们一定要记住, 千万不要悲伤哭泣, 要一起念佛, 祝我往生极乐世界。 到了第二天, 李静晨果然安详地念佛往生了。 阿弥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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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口里念阿弥陀佛, 心里还是打妄想, 这个念佛没用处, 不得力。 古人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。 要怎么个念法, 底下教给我们方法, 必须口念佛号, 心想弥陀, 如在目前, 如此念佛, 则妄想无从起, 即是观。 必须知道, 心起念只起一个念, 不可能同时起两个念。 如果这一念是佛, 当然其他念头就没有了。 所以要紧的是心, 口念实在讲是祝缘, 提醒我们, 心上要有佛, 心上有佛才叫做念佛。 上镜下空老法师, 出自金刚金奖一节要第十六集, 1995年2月, 美国圣河西。 明镜下周至今年的第十六集, 明镜下周至今年的最新大事。 对此刻没有 Farid 想念佛号这些地步, 主持人和湾都挡设下来。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